中共国是无制衡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外面投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其实都卡住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等于一带一路有关 随时冻过水 老实说中共现在看的情况 他对马杜罗的政权都出现一个叫做看不好 现在看回这段报道就说 中共国和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有计谈 计谈什么呢?计谈钱 说早前我借了委内瑞拉的钱和委内瑞拉投资 现在和反对派计谈 计谈多政府 计谈 中国国一直就与委内瑞拉的政治反对派计谈 保护中方在陷入困境的拉美国家的投资项目 作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盟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面与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 中方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 即两面都落注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担心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项目前景 以及委内瑞拉欠中方近200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外交人士说最近这几个星期在华盛顿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的瓜伊多代表 中国进行债务的磋商 这样你看回这件事 美国支持之下呢 即美国支持下的瓜伊多政府 新政府牵头就说 是想推翻这个马杜罗的行动 你看回这件事 你看回现在全球接近 瓜伊多自己都说 全球接近多过五十多个国家是承认瓜伊多 特别是美国 不需要说美国和欧盟那些 欧洲的发达国家 最重要是发达国家 有钱 即是那些发达国家 有文化有钱 有军事力量 特别是美国 美国和委内瑞拉就很近的 很近 即是等于后花圆 这样看回一件事 中共国 你看回中共国 现在两边不是人 你看回这里逐句来拆 现在两边下注 即是说表面上 他真的对马杜罗政府极之担忧 即是极之担忧 你现在看回中共国 就不敢支持马杜罗就知道 不敢支持马杜罗 他现在看回一件事 他现在和反对派谈 即是说表面上看到反对派 就很可能会掌控这个国家 掌控这个国家常常说 有些网友都说 喂 你的钱是马杜罗政府问你借的 问你拿的 关我什么事 我可以不还的 可以不承认的 是吧 一样可以的 你看回一样东西 他现在看回这里 他说在石油项目 你想想 中共和委内瑞拉 即是一个全球的石油进口国 而委内瑞拉都是石油的出口国来的 中共就买委内瑞拉的石油 就是全球第二大 就是买很多委内瑞拉的石油 你看回一样东西 就是说中共国在这里 他说委内瑞拉欠 即已经看到条数 看到这条数 就说委内瑞拉欠中国 中共国是200亿美元 但中共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 总值就是五百五百多亿美元 即是五百五百五十亿美元 那么中共国在委内瑞拉 做有什么项目投资呢 这样看回一样东西 有这个叫做高铁 高铁 这个高铁就腰折了 这个高铁就说2015年的时候 中国人员呢 就是中国国家人员呢 就是中国国家人员呢 就是技术人员呢 就说在这个撤走了 在委内瑞拉撤走了 那现在这个高铁项目呢 就已经一早就停了了 就是流产了 就是流产了 投资呢 就说投资这个高铁项目在委内瑞拉 就说有七十五亿美元的 只是高铁了 那这样你看回中共呢 在之前你说2015年之前那些呢 在委内瑞拉不断进行一个叫做剪彩的 剪彩嘛 但是这些呢 剪彩了之后呢 就是剪彩呢 就好像施工那样呢 就是动工做东西 剪彩了之后呢 就没东西做的哦 就是这些板明是面子工程 没东西做 就是踏桥啦 踏桥啦 你看回那样东西风险之大呢 除了在委内瑞拉有这些高铁项目啊 甚至是帮委内瑞拉建一些基建 甚至建一些房屋的哦 房屋建了 建了现在这样 哎呀 慘了 那马道罗就应该不行了 看回这个情况 多多少少马道罗 或者是顾伊多啊 就是可以铁的大权可以拿掌握这个大权啊 现在看回真的中共冻过水 因为你看回一点东西呢 他现在使用債啊 甚至以借给委劈瑞德加借呢 就换取石油 Ну 即委劈瑞德加石油嘛 那时候说每日呢 就会用100万桶石油 就是委内瑞拉用100万桶石油 就给中共国的 现在就不知怎样还发了 油价就这么波动又下跌 再看一样东西 下跌之外 现在我要进口石油 中共国要进口石油 现在中共国和美国又谈的嘛 又谈谈判外买东西 又会买美国的叶岩油的嘛 买美国的叶岩油 这样一样东西 中共国一直在委内瑞拉的态度都很曖昧的 两边投注啦 两边投注 就等于暗咎啦 你看回美国的西方世界呢 他的眼光就是这样 可能他的力量大 他就不用两边投注做这些暗咎的东西的 他就只是支持瓜伊多 他就表到明 即美帝那些说到明 我是支持瓜伊多 瓜伊多合法政府 你看回一样东西嘛 那美国的行动呢 即美国的行动呢 就令到中共很担忧 美国是凍结了马道罗政府的资产的嘛 甚至凍结了石油公司的那些 那些运作那些 凍结了资产 将资产给了瓜伊多 瓜伊多 现在真是有钱了 有钱 有权 有势 有人支持 有这么多个国家支持我 那你马道罗政府 其实倒的机会就已经是肯定了 但时间性的问题 即现在你马道罗都是 即经常都说他用军事演习嘛 即要军方的支持 军方的支持 就不是说你口讲的 最紧要你过水 给那些军方买到一些 足够的粮食物资给那些军方 那就支持你咯 甚至你演习 你好像说抗衡美国演习 又用那些什么 又叫那些委内瑞拉那些人 联署签名交给美国白宫 那样做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老实说 如果你是马道罗的 应该找人去美国 或者即是美国啦 谈 如果我 即是马道罗 即是当是马道罗啦 如果我和平 即是自己落台 那你怎样对付我先 起码不要像撒旦母后赛恩那些 运他真是运 如果你真是没力推翻你的 美帝真是出兵 没力推翻你的马道罗的 那你的 即是你那个环境是差很多的 撒旦母后赛恩就去了 这个叫做关塔那阿摩监狱这样的 自己落台那当然是好啦 好事啦 可能会安排你去第三国咯 是吧 如果你想想马道罗这个政府这个政权 对委内瑞拉的人民 那么多年的暴行 如果他不走呢 真是被人打死的 在委内瑞拉里面 真的的 你想想那些人没得吃的 要走去 要几百万人要逃亡 几百万人要逃亡 要去鄰国那里吃 即是好似 好像 你想想委内瑞拉之前 都是个富裕国家嘛 你有石油 你有石油出口 你不会衰得去哪里 现在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失败国家 失败到 他会连粮食又没有 物资又没有 医疗又不行 物资现在还是阻难 不准够救援物资 这件事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出师有名 我是人道救援 你不准 看下怎样发展 你不准阻止 如果我是特朗普政府呢 你想想 我用人道救援 你不准我就用美军开路咯 你看下他那些 其实现在斗马杜罗 他打算兇美国 怎样兇到啊 你怎样兇到美国 美国的那个叫做 不是中共国的 中共国你是兇到 因为你拿了中共国很多钱嘛 一交我不还 即是马杜罗 一交我 你不帮我 我就不还 你想想马杜罗的人是这样的嘛 你想想 中共国投资这些一带一路 都是放在类似这些国家的 用几个字形容这些国家啦 不稳定 和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 你投资在这里 不如扔水内 扔钱是咸水海 甚至真是在澳门倒一铺 好过 都还有 就是在澳门倒呢 都可能会有得赢的 这些根本是输够硬的 投资这些国家 一带一路而已 等于一带一路 反面超级教材 一带一路已经死了 死得七七八八啦 你看回一个这么不稳定的国家 你投放这么多资源下去 其实用两个字形容中共 恶架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